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人还是要有点钱好一点 不要提前消费 不然遇到这种情况 你说要是再过个两三个月再上班 我感觉我们的经济都很困难 是啊 我们就是之前提前消费的太多了是吧 你之前还是要在广东买套房 还好没买 要是买了 我估计我现在要跳楼去了 你看多少人现在春节贩满两个月 基本上两个月的加排到来要结束的话 很多人累了车贷 房贷 还要马上还是开学的学费 这些基本上没有 最少的游戏要把人开销 基本上都加头烂了 很多家庭提前消费太多的话 根本存不大钱 没有遇到困难之前就是维持生活 一遇到困难就手足无措 你看我那个朋友 他们家住满年很多 然后他们两个收入价是哪个人都没有 然后他们的房贷也六千 车贷也三千 然后最上次我是被对保安三千 那他孩子的那个孩子还小 孩子还小 孩子被保安三千也是一个多少钱的 但是他根本就不够花钱 还要他父母可以救费 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收入 那根本就不够花了 对啊 感想太够花了 那你还要在广东买房吗 这个问题吧 我感觉我是最近是不会在想 是不是除非特别有钱了才想 特别有钱 就是基本上买个房 不会对生活造成什么压力的时候 我看现在如果买的话是不是 基本上可以来说 买房的压力 可以带到我 我们可自备收入的 一半 这还可以接受 对不对 可自备收入 不是说你全部收入 其实就是房贷 不能太高是吧 每个人要还房贷不能太多 我有足够的收入来支撑我的房贷 的时候 我可能会考虑 虽然目前的情况 我感觉我要是再会一样 也不想办 我们的生活都有点问题 看来你最近想明白了不少事 快点头发头白了 可是明天就要开始上班顿钱了 不然头疼了 就会带到我了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